这是一颗耐寒植物啊 在北方地区啊 种那些不耐寒的啊 都会冻死 它呢叫做绣球啊 当然不是我们普通的绣球 普通的绣球耐寒并不是很厉害啊 一般在零下十度啊 还没问题 超过零下十度就会冻死 这个呢叫做欧洲木绣球 它能耐零下20到30度的低温 开花呢 花球比较大 白颜色啊 而且呢花期比较长啊 是比较好养的 比较适合盆栽地带都可以的啊 这个植物呢 有好多话语说 哎我可不可以在花盆里带种 当然了 你只需要找一个大的花盆 选择向阳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现在这个季节呢 都处于落叶状态啊 你去买罗根苗 只要没有蒙芽的都可以买 当然了 如果说哎已经蒙芽了 必须要买带盆带种的啊 收到直接换盆 放到向阳的位置就能开花了 像这颗苗子啊 我打算把它带到我这个棚外边 种了几颗绣球了 然后再把它种上 然后呢直接刨个坑 把它放到里边去 把土壤压实 浇透水就可以了 它自然就会长叶子啊 如果说带着花盆的话 它长长就能够开花了 到时候开花再给大家做视频吧